我是中国国民北京市民北京市东城区居民司马南 今天是2021年的6月26号星期六 最近耿爽有一个在联合国有一个发言 耿爽现在身份中国中联合国大使 发言最近战斗力爆棚 什么会上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 耿爽关于阿根廷和英国争议的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事情 耿爽有一个继续发言 继续发言 耿爽说中国坚定支持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的正当要求 这事突然间一时掀起千层了 全世界舆论都在议论这件事 因为中国对这事情态度大家是知道的 但是主动声援阿根廷 而且联合国开会站出来明确表态 这事真的不多见 没有过 我印象中没有过 也可能有人知道在哪说过 反正这事大张旗鼓宣传 没有过 我没听到过 这件事怎么看 很多人做了解读 我的看法跟他们不太一样 我觉得这事 这是中国对英国人打了个嘴巴 爽不爽 啪就是一个嘴巴 而且这嘴巴是前面一巴掌打了澳大利亚 记录澳大利亚战争罪行 虐求罪行 第二巴掌 葫芦了加拿大种族灭绝罪行 连续出击 像所谓英美国家那些人 挥出的第三击 一记重拳 英国你不是跳得很欢 不是跟着美国跑吗 不是在一系列的中国的涉疆 涉藏 涉港的一系列问题上捣乱吗 你不是开着你的破船 冒着黑烟跑到南海来示威吗 那很好啊 来而不忘 费里也 外交讲对等原则 耿爽作为中国驻联合国的大使 那当然了 对吧 美国黑力驻联合国大使 你大放厥词 我们的耿爽 说中国人民对这事情的 本来就既有的根本的正确的态度 那符合联合国宪章原则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讲啊 以前不讲 那是以前 现在现在情况变了 是吧 大家知道 其实中国自82年以来 就选择阿根廷主张的马岛 作为标准地名 你加中国地名 这地方叫什么呀 马尔维纳斯群岛 这是阿根廷的叫法 英国人不这么叫 中国人跟阿根廷叫法一样 这是态度 对吧 2010年7月 2010年7月 中国和阿根廷签署过一个联合声明 联合声明里边有这么一句话 这句话倒是西文联博的伯恩员念过 叫做中国坚定支持阿根廷对马岛主权的要求 这什么意思 这个意思 我跟阿根廷签署联合声明 这边我们说 我们中国政府坚决支持阿根廷对马岛的这种主权要求 阿根廷那边呢 阿根廷说 阿根廷政府奉行一个中国的原则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这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一个中国原则 一个中国原则和阿根廷对马岛的这个主权要求的原则 好 两国有共同利益 然后认识一致 所以中国和阿根廷关系不错 对不对 中方外交官 那你这历史归历史 你态度归态度 但是你中方外交官 在联合国大会 这种场合 公开强调 阿根廷对马岛的主权正当要求 我就支持了 我挺阿根廷一回 什么意思 这我告诉你 这一次英国人是愣了一下 美国人愣了一下 西方直接愣了一下 哇 中国 战斗力爆棚啊 阿根廷 你想想最近发了翻以前的那个新闻 阿根廷 阿根廷相当一段时间以来 从中国进口什么 进口装甲车 进口步兵轻武器 进口反坦克武器 还计划购入中国产的战机 干嘛 阿根廷买武器干嘛 阿根廷买武器很简单呀 从2012年之后 英国人在这地方 你不是都核潜艇就上了吗 你核潜艇都上了 你不断强化马岛的这个 军事化马岛 那好了 阿根廷 阿根廷买武器 对付你怎么了 这不是礼尚往来吗 不是对等原则吗 这问题一报还一报嘛 英国人你不是在香港的问题上 没完没了 屡屡和中国唱反调吗 你不是你在英国 你在香港殖民过200年 现在你自己还心有不甘 还扮演仲裁者 然后呢 仲裁者还连篇垒都撒谎造谣嘛 对不对 你不是这是暴乱吗 都是你干的事啊 因为你有这样的表现 所以这次中国 北京政府 再联合我讲 他人支持阿根廷的发言 那什么意思 那就叫 那就叫 有特别意义 我 我昨天我假的 做了两期节目 我说华春莹团队啊 哎呦 你仔细研究一下 你发现我们的外交 有些新特点的 华春莹团队 赵立坚 什么 什么 王文斌 这帮年轻人 他好像是有高人指点的 对吧 我要认识华春莹 我肯定 我鼓励一番 这 打主动仗 现在我们外交 打法变了 是毛主席的游击战略思想 毛主席的军事思想 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你打你的原子 我打我的手榴弹 我不能让你设置议题 我跟着你跑 我跟着你解释 我说我没有 我没有 我抗议 我反对 现在不是那么回事 中国在最近时间以来 外交斗争场合 西方某些敌视 中国的这些势力当中 唇枪舌剑 我们发现了一个秘密 我们的打法就是 不断的拿棍子捅 捅他们历史上的原罪 原罪不光是在历史当中沉淀 原罪是他们不敢说的 他们到现在教科书里面 讳莫如深的 而且原罪延伸到今天 刚从加拿大的学校里面 翻出来几百具 累累孩子的白骨 你们不好意思说 我听你说 西方的殖民主义 极其相关的历史移力问题 到现在没有解决的 那好了 我们可不可以说一说 谁让你扮演教师爷 谁让你把自己弄得水光流滑 脸上没扒了 我把那个粉一蹭 那底下 那底下黑色沉着很多 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 什么问题 本质上讲 那就是殖民主义留下的问题 对不对 他和西班牙 和法国 和英国 和美国 各种各样的殖民活动 密切相关 本来属于同一类的问题 装什么装 装什么大尾巴狼 居高临下 跟中国讲人权 你们在那地方杀了多少人 干了多少事 这件事 马岛的事情 是1833年的事 1833年 英国 夺取了马岛 在那干嘛 英国不光是马岛主权问题 英国在那个地方 你不光是夺人家主权 英国在那个地方 系统的驱逐原来岛上的居民 原住民 把人赶走了 变成难民 杀戮血腥 然后把欧洲人 把英国人引到那地方去 这种呢 岛民公投的方式 现在因为岛上住的 都是英国人吗 讲英语 英国人 英国人的后裔 所以现在英国人就说 那马岛问题 我们就可以搞公投啊 对不对 我们可以岛民公投啊 岛民公投这事行吗 我们支持你这么干吗 2012年以来 英国和阿根廷方面 都有情报显示 英国海军至少 有一艘核潜艇 把马岛作为 作为南大西洋的补给基地 这边呢 是要搞 岛民公投 这边呢 叫核军事化 你这么干 那你想想 你这件事 不光这一件事啊 还有17个联合国的 非自治领土 都是啊 殖民地区的 非殖民化进程 都是中国关心的 马岛在这里边 没有典型罢了 英国顺手 抄你个嘴巴 你这种事多了 如果这种行为 一旦进行下去 英国人发现 中国人如果把这件事 都拿出来说 英国作为呢 老牌的殖民主义者 历史上的丑事 都被抖露出来啊 这事确实丢人啊 英国是真的 没有履行国际义务啊 不保证非自治领土 人民合法权利啊 这是罪行啊 西方国家 劣迹斑斑 丑事多了 用赵立军的话说 还用我说吗 哪个国家 他们人权罪行 还用我说吗 简直是反 一问句的肯定是啊 对吧 所以这次别看更爽 只是突然间 说了这么一件事 那影响大了 很多人又干净 把裙子下边往下拽 是吧 裤子腰带系紧 干嘛 就怕被揭露啊 相对于中国近半年来 揭露澳大利亚战争暴行 相对于中国这半年来 揭露加拿大的 种族灭绝罪行 相对于 最近中国在这件事情上 你有你的打法 我有打法 换打法的这种新的行为诡计 英国人 谁让你那么多丑事 屁股不干净啊 杀人越货 然后呢 殖民统治 是吧 你的残留的细节太多了 你的小辫子一把 一抓一把呀 你不抓大家都太阳光头上的狮子明摆着 比较有代表性的 还有英国 俞美国 马里丘斯 查克斯群岛的争端呢 这事咱今天不说 这事下次更爽 在联合国把这事说了 咱再单台 对西方的一些国家来说 他们自己啊 过去那种见不得人的事干多了 杀人越货干多了 抢人 抢人什么 发动鸦片战场事干多了 现在他们穿上西服 降维嘛 居高临下嘛 工业国嘛 奴役第三世界国家 他们就以为自己真是绅士了 你们是流氓 是种族主义者 北京现在的做法 我们外交天团的做法 无非是基于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情 我说了说嘛 而且我就是轻描淡写的 说了说嘛 我提纲写领说了说 我一蹴不一细说了说 我就点了点你 请问英国 要拿英国来说 你有什么破解的说法 你怎么破解 澳大利亚 你怎么破解 所以澳大利亚有个杂志叫外交官 他们就说了 说美国 美国现在真是有事啊 你现在你要提高原住民的生活水平啊 你把现在原住民的权益搞好啊 你这样才能破解 但即使是这样的话 历史上的罪行依然是历史上的罪行 可是 中方就这么点到为止 他们就已经受不了了 对吧 比如说美国 印第安人 印第安人寄宿学校问题 直到现在这事没完呀 印第安人过的什么日子啊 印第安人被你们驱逐了 被你们杀戮了 历史上杀了多少 光数字问题 美国人讳莫如深啊 你否认殖民主义统治的加拿大 讲得清吗 你21世纪还继续立法 控制原住民呢 澳大利亚 加拿大 美国 在原住民的问题上 那是你们种族灭绝的罪行 你说中国种族灭绝 拿出证据来 你举一个例子说 有证据吗 没有 富国恩造谣 你们跟着造谣 对吧 但是我们说你们的 我们是引述你们公开的学者研究的资料 我们指着几百具累累的孩子白骨 跟你说话 我拿现在印第安人保护地上这些人的生存现状 跟你说话 我只是重申了一句 我支持阿根廷对马岛的主张 主权 那个声索 怎么了 你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 你就也得受着 多了 为什么多了 历史资料显示 英美国家对前殖民地国家 太多太多的罪行 太多太多的痛点 不用什么套路 一脚就能踢出的屁来 你们的屁太多了 对不起 这话有点糙 这也是隔壁王奶奶的词 老太太静这种词 不是我说的 我还编不出这种词 一脚踢出的屁来 谁让你屁那么多呢 谁让你干了那么多见不得人的事 西方国家始终回避 始终不肯承认 对原住民的殖民统治 回避 不承认 教科书不写 用这种的意识形态 有意识的遗忘战术 试图让我们忘掉殖民时期的罪恶 但是你怎么做得到呢 你这种做法不叫欲盖迷嚷吗 不叫惠墨如深吗 原住民就算是他忘了 但是总有人知道这种事情 你藏不住啊 中国耿爽就点这么一句支持阿根廷 对马导主权的这种主张 你们就暴跳如雷了 受不了了吧 扛不住了吧 中国基于事实 跟你们说话 你们受不了了吧 但是你们昨天 你们一直在干嘛了 你们一直在造用 你们一直在 基于谣言 假不假是对中国做人道主义的这种欠责 你们不觉得自己很好笑 很可耻 很无聊吗 用两个字形容阁下 叫卑鄙 用四个字形容阁下 叫卑鄙无耻 你们的做法让中国的年轻人 80后90后 00后的年轻人 爱国主义热情 那我们就更抱团了 因为我们见识了你们的无耻 这才哪打哪啊 我们点了这么两斤 你就受不了了 接下来痛点多了 大药多了 你们见不得人的事多了 对不对 这就叫你打我的 我打我的 嗯 耿爽这次 讲话 中方直查跟听听马导的这个主权的正当要求 具体的内容呢 可以跟大家讲 其实耿爽说了一堆话 耿爽说国际社会呀 应当采取必要措施 这话有内容的 我不光是支持 而且我要求国际社会采取必要措施 耿爽继续说 继续推动 马尔维纳斯群岛在内的17个联合国非自制领土的非殖民化进程 就这个地方啊 你不能再搞殖民化了 一共17块 不光是马尔维纳斯群岛 所以谁痛谁知道啊 谁痒痒谁知道啊 耿爽说马尔维纳斯群岛的问题到底什么问题啊 本质上是殖民主义的历史遗留问题 你们没有必要回避啊 耿爽说 殖民主义给世界带来的深重灾难是人类历史上留下的极不光彩的一页 耿爽说21世纪的今天 西方殖民主义为所欲为的日子已经不去一去不返了 所以国际社会要关注这个问题啊 他还说现在我们必须看到 在国际关系当中的殖民主义的思维 及其一脉相承的强权政治 霸凌行径 还有形形色色的表现形式 仍然在严重的冲击着正常的国际秩序 严重损害有关国家的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政治 经济 社会稳定 所以耿爽说 国际社会必须对此提高警惕 高度警惕 钢厂强调是今年是第四个产出国际主义 产出殖民主义的国际年 是吧 国际产出殖民主义 不是联合国搞了个行动吗 搞了有十年行动 现在是第四年 就2021年到2020这个30年 这国际社会你维护公平正义 那要结束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 这得来真的呀 确保真正结束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 联合国宪章明确 原则之下 我们这既然已经搞了十年规划 这事就得真办 英国你作为这个殖民地的管理国 你是不是应该遵守联合国宪章 你是不是应该执行联合国决议 是不是应该切实履行国际义务 保障非自治领土的人民的合法权利 耿爽这话 每一句都点的英国代表 那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鼻子不是鼻子 脸不是脸 那气的 就气不大一处来 那怎么办 你耿爽说的哪儿也不对 耿爽说 中国态度是一致的 耿爽说 我们坚定支持 这个阿根廷对 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正当要求 耿爽说 中方主张 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通过和平谈判 来解决这些问题 英国人再来 你停个核潜艇 算是怎么回事 第四 说我们希望英国积极回应 阿根廷的要求 这第四条最具体 我们希望英国 你积极回应阿根廷的主权要求 尽早启动对话谈判 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 找到和平的公正的持久的 解决的办法 这更上最后这四条 你说 这讲的在里不在里 都在里 那英国代表说什么了 英国代表26个字母都会说 但一个字帮不出来 憋在那不说话 这太爽了 外交斗争场合 遇到这种场面 我们不给耿爽鼓掌 对不起耿爽 太拽了 英国人憋在那 26个字母 一个字帮不出来 中国有个女作家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一击演了之后 只使用英国26个字母排序第二 连着骂了十几遍 二十遍 那就说明你文人理事词琼了 对不对 英国绅士这时候 只好也不说话 只讲排序第二那个字 不得体 耿爽说的都在里 都在里 那你讲 比如说 根据联合国 1965年的 2065号决议 联合国决议明确指出 要求剔除各种意义上的 殖民主义 对不对 马尔维纳斯群岛 那就是历史上的殖民主义罪行 所以这件事怎么剔除 英国你放弃你敢吗 英国老太太打了一场 马尔维纳斯 马岛战役 英国人靠着自己强 那你当然是 你虽然是日布洛帝国 已经老气横丘了 老虎牙齿都没了 但是阿根廷跟你打 打不过 好称强硬的铁娘子 干了这事 你不过在过去老牌 帝国主义 殖民主义的基础之上 捍卫殖民主义的遗产 又一次血腥罢了 那英国你作为安理会的武偿 你现在就问你要不要遵守 联合国决议 要不要遵守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要不要遵守联合国为中心的 以国际法为基础的这种秩序 说到这儿有人可能会觉得 那你说为什么以前咱们这事不讲 现在讲呢 这期讲完了 我下去再跟你分析一下 为什么以前不讲 我们现在讲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下期见